看過來一下 我給他改成那個 改成那個60好了 這個是技術分析的應用 看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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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這些人有些人想要賺錢的 看這邊 看這邊 譬如說 你是用60邊 來看這邊 哈囉 看這邊 我看一下這是哪一邊 你 可以 欸 這邊大概是 等一下我再去看這些事情 如果你是使用這個 那個 那個 探訪點有沒有 這邊就是進去買賣 有時候到現在 這個 這個 很難 就是 不賣 那 到目前為止 還是沒有賣 如果你是把這個 拿去除外 那 這邊 也會有 很 那個 好 至少可以除外 大多數的話 像這個就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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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特略 有時候 都可以拿去 所以 你還常常 比如說那個 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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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 房地 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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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交叉 房地交叉 就不賣 不賣的話 就說 這一波 大波 大陸 沒有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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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 好 這一波 好 那 這到底是哪一間 我給你看 在這邊 那個 什麼東西 在這邊一樣 這邊有沒有 對 這部件 交叉 講交叉 就賣掉 賣掉之後有沒有 可是這中間 就是會 起來 這邊就是 交叉 這邊的話 那個 好 就是 一手 可以交叉 不需要 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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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斷 很大 好 這邊 就是 很大 這邊的話 就是 你會 你會 一隻 小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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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又 小肥 這邊又 大肥 這邊 就是 你用六指 你用六指 可以當三股 我這邊 會提供二股 好 那 那個 欸 那個誰啊 欸 畫那個 好了 這邊 先你畫一下那個 六十字的平均線 欸 這邊 好 可是 技術分析利用的圖 技術分析利用的資料 都是利用沒有除全息調整 原始資料你看到的 好 像在這邊 欸 那個 欸 收盤 我利用的就是這一個 收盤 好 沒有調整的 沒有調整的 那我早一天呢 來試 試利用那個 過去六十天 好 過去六十天 好 在這邊 平均A AVERAGE 好 這是過去六十天 欸 搞錯了 在這邊 過去六十天 好 這邊 就是過去六十天 好 是原始收盤 好 然後呢 我現在那個 把它 那個 複製到 好 等一下喔 這邊複製 好 就Ctrl C 等一下喔 沒有弄好 Ctrl C 好 然後那個 Ctrl V 好 Ctrl V 好 那個 欸 那個什麼東西啊 你如果說有時候 那個寫程式的時候 欸 你這邊大家同學看一下看一下 這簡單喔 訂出一個那個 欸 遊戲規則 欸 你看一下這個 欸 那個 欸 Excel的那個 判斷 我把它大一點大一點 你不要 程式會寫 條件判斷 結果Excel不會喔 我寫程式之前也都是利用 先利用Excel來做喔 因為比較容易 欸 看一下這邊 喂 那個誰會不會跑掉 欸 看一下喔 If 欸 這樣子 If 好 那個 這邊是收盤 好 If 然後呢 大於 平均 好 大於平均 那我個人是那個 處於 多 好 不然呢 就是 空 好 假設是這樣 好 那個 像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常用喔 那個 這邊就是進出一個簡單的交易規則喔 就是我就是利用六十字的平均線喔 所以那個 欸 你看一下喔 一開始的時候喔 就是 譬如說這邊就是多 多 你看 這什麼時候開始 就是那個 欸 你是在什麼時候開始會進場 這時候如果說你利用這個規則 你二二二三年 欸 我最近的家 最近那個 三月八號之後資料我沒放喔 就是 你就是說從二零二三年十二年 大約一號開始就是說 幹嘛 就是說買進的訊號到現在一直就是維持多頭部位 就是 當然 那個 你可能幹嘛 就是說去調整你的參數 我剛剛是說用六十天 好 那你實際上你真的去做的話 你可能就是 反正說寫程式很容易啊 就是 那個 用一個一個測啊 你知道這寫程式一跑 不是用一秒鐘就測出來 比如說我的測的天數就是從十天開始測 測到一百天 然後呢 你根據說 如果說在幾年之前 你用這種方法來做的話 你的累計報酬是多少 好 算算看 算算看的話 就是說如果說是 過 譬如說他們可能通常是用過去一季 一季的話可能是 一季或者半年 好 如果說我假設我過去半年用這種策略的話 我的賺賠是多少 好 那這個策略呢 就是繼續利用到今天 好 然後再去做調整 至少這邊就是跟你講說 有一個嚴格的紀律去遵守 就是嚴格的紀律去遵守 可是我會不會遵守 雖然我學這些我還是不會遵守 為什麼 因為你看到股價在動 你就會手劍 我每天就這樣 因為一等紅燈有沒有 手機就拿出來按一下 還好這兩天都賺 可是有時候一賠就是賠 一天就賠五六萬 因為手會劍 因為手會劍 但還好最近不敢 那就一天賺個五六千就好了 還好昨天賺五六千 今天也賺五六千 沒辦法 因為你手就會劍 看到有沒有 你會覺得就是 因為就是手 手機又拿出來 就按一按按一按 然後就幾十萬就是這樣子 進進出出 第一個你還是要相信基本分析 那如果說你基本分析沒有能力 沒有能力分的時候 你又是要幹嘛 相信什麼 市場是有效率的 因為每個人都在做分析 每個人都要想要賺錢 人家 尤其是黃倫巴菲特 你看你看 那個黃倫巴菲特 當初台積電股票從 股價一直從 一百多一百多 暴漲到六百 為什麼 就是黃倫巴菲特 他進場買 大家看到嗎 就進去 可是他對不對 他對 以前他就是 那別人是花了這麼多的心血 在那邊做研究 我們沒有花 然後就是說看到 因為市場 不是這個 市場跟地震不一樣 地震有沒有說來就來 那市場不一樣 市場是有趨勢 就算我是後知後覺 我跟著 我比你晚一個月 我還是賺得到 因為市場就是這樣子下去 因為不是說 發生什麼災難 爬下來上去 那我就跟著市場 就算我是晚個一兩個月 我還是幹嘛可以賺到 因為那個景氣循環 景氣循環一定是幹嘛幾年 幾年 那你跟著這個市場趨勢走 至少可以讓自己有沒有 不至於賠 而且我剛剛你就已經算出來了 那個一年平均報酬就是10% 那累積報酬的話 最近五年的累積報酬是67% 你要頻繁進出的時候 就是拿那個技術指標 好啦我講一下 譬如說 這個還有兩分鐘 像我今天